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国中学过的运动学 牛段力学 高一要再上一次 如果你的选择是理工 医农学群 那么高二还要再学习一次 如果你的大学是理工系所 那么恭喜你 大一还要再上一次运动学 牛段力学 到底为什么同样的东西 需要重复这么多次呢 真的有这么重要 答案是Yes 对于运动的研究 几乎是近代物理学的开端 回到日常的观察 物体要动起来 势必要有外力推动才行 古代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也这样认为 而且他认为 外力越大 物体的速度越快 高利略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 但随着深入研究 发现当物体具有速度后 就算没有了外力 物体仍会向前运动 而且地面阻力越低 速度减缓的程度较小 这就和前面所说 湿力越大 速度越快 相抵触了 大力略明白了 过去这个说法 有缺陷的地方 是因为没有考虑到 运动也会受到阻力影响 后来 著名的思想实验也是假设 运动过程没有阻力 物体会回到同高度 如果没有斜坡可爬 物体会一直运动下去 在现实状况不存在 无阻力的地面 但通过逻辑思考 才有办法告诉我们 当物体具有速度时 是可以持续保持下去 思想实验所带给我们的观念 不亚于做实验所获得的 伽利略当时受到很大的鼓舞 还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透过逻辑与思想实验解决 伽利略一开始也是相信 亚里斯多德所说 比较重的物体掉落较快 但后来通过逻辑的论证 给这个说法制造了矛盾 将一个速度快的物体 和一个速度慢的物体连接在一起 则快的会被拖慢 慢的会被扯快 但在物体掉落上 却会制造矛盾 因为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物体 会比原本的重量更重 速度应该要更快 却会和刚刚的结论 快的拖慢 慢的扯快相互矛盾 唯一可以合理解释 只剩重物、轻物 同高度时掉落要一样快 才不会有矛盾 从这边我们再一次看到 咖喱略运用思考实验 与逻辑论证来解决问题 综合前面所讲的几个结论 物体去向保持原来的速度 但为什么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时 速度却会越来越快 还有物体到底为什么会往下落呢 这是当时人们很大的疑问 咖喱略深知这些疑问不好处理 将眼光从为何物体会落下 转移到物体如何落下 在他的著作 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 化身主角如此说道 在自然加速运动的探索中 我仿佛被亲手带领去追随大自然本身的习性与方式 并只应用那些最平常、最简单和最容易的方法 在自然界中所有其他的程序里 是什么导致下落物体的速度越来越快呢 咖喱略开始他的假设 也许物体速度是随着通过的距离增加 还是物体随着经过的时间增加而速度增加 通过数学逻辑 咖喱略很快将速度与空间的关系 这一可能性排除 那么有可能的假设就剩下时间了 通过数学确认可能性后 接着就是著名的斜面实验 咖喱略尽力降低斜面阻力 然后测量小球通过的距离与时间 我们将它转为看得懂的表格 你有看出距离和时间呈现什么关系吗 咖喱略知道真实世界很难呈现数学的完美结构 但肯定能呈现出数学趋势 观察这个实验数据后 咖喱略在表格右边写下他看到的关系 距离与时间的平方具正比关系 也许咖喱略的实验装置无法让阻力完全消失 但阻力并不是这个实验的主因 而是时间 也许数据不是完美的倍数关系 但大自然结构中的数学趋势一定存在 实验呈现距离与时间平方成正比的正确性 而速度为运动的距离除以运动的时间 将两者结果结合 可以得到速度与运动的时间成正比的结论 斜面实验证实咖喱略的假设 咖喱略透过逻辑与数学 将普遍现象的背后原因概念化、数学化 再透过实验去证实概念的正确性 最后形成原理 正是这一重要概念的突破 建立起近代科学 这一切都源自咖喱略的运动学 也正是因为运动学较容易量化为数据 使这一切变成可能 最终发展成现在的科学方法 希望以上的内容能使同学以不同的眼光 欣赏运动学 借由咖喱略的经验 同学能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假设主要成因 并尝试数学化吗? 也许有专题课程的你 近代科学方法能让你的专题更进一步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物体有保持原来速度的倾向 当物体具有速度是可以持续维持运动 咖喱略斜面实验证实速度与运动时间成正比 近代科学就是透过逻辑与数学 将普遍现象的背后原因概念化、数学化 再透过实验去证实概念的正确性 最后形成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